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挥庸无能的皇帝,他们不仅没有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,反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和苦难。 但是,在所有的朝代中,有一个朝代可以说是最无能的,这个朝代是宋朝吗?那你可想错了。 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个订阅,这里是真正历史,关注我,你一定不会后悔。 晋朝的起源,司马炎篡位渐进,无论是阅读小说,三国演义,亦或是史料,三国制,最令读者不解的问题便是,为何统一三国的不是打得火热的魏蜀无? 而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晋朝,与秦汉两朝的建国不同,晋朝的建国并没有秦国的奋溜士之渔猎,亦没有汉朝的大风起西云飞扬,有的只是司马裔、司马昭。 司马炎三代人对曹氏孤儿寡母的欺凌架空,正因如此,晋朝也被人们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德国不正的大一统王朝。 但事实上,晋朝的建国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,事实上,在未属无争斗的背后,晋朝皇族司马氏也有着自己的一段血雨腥风。 司马家族亦被人们称之为河内司马氏。 三国时期,司马氏一族便走出了司马朗、司马裔及司马府等兄弟共八人,并且被识人称之为司马巴达。 一连兄弟八人皆有才能,皆能入世,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。 由此也可以亏出司马家族的实力雄厚,以及人丁兴旺。 然而到了曹魏时期,这一切改变了。 曹操不愿做门阀的附庸,在政治方面,他为财事举,打破了门第的束缚,在军事方面,曹操又以武力手段剿灭北方诸多世家群雄,使得天下虽贵宠之臣,于福不敢过度。 曹操本人政治智慧极高。 虽然对于世家大族采取了诸多打压,但是从来不会拒绝他们为己所用,就这样,在他拉一派打一派的操作之下,司马家族和其他诸多氏族一样,沦为了其人才仓库,彻底丧失了往日地位。 司马懿在前期之所以藏桌,倒不完全是从一开始就下定了颠覆曹魏的决心,很大程度上,是真的迫于局势所迫,不愿意为了曹操的个人利益,降低自己的家族利益。 直到曹批继位之后,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,维护士族的权益,双方关系才有所缓和。 在这时,司马懿也开始得到了重用,成为了曹魏集团顶级谋臣。 但在公元239年魏明帝去世,已经成为公骨之臣的司马懿,却又被曹爽架空,就此曹魏集团和天下士族再次出现裂痕。 如果说曹操和世家大族还算是能够勉强和谐共处的话,曹爽那可以说是真的不给对方留活路了。 他专善朝政,兄弟并长进兵,多数清党,屡改制度。 从政治,军事以及地位上开始对士族进行全方位打压,使得双方矛盾无法调和。 最终,在249年,司马懿发起高平陵事变,一举消灭曹爽。 夺取政权,晋朝的开国皇帝是司马炎,他是三国时期魏国权臣司马懿的孙子。 公元265年,司马昭去世后,他的儿子司马炎继承了大将军之位,并在同年正式接受了曹焕的善让,建立了晋朝,史称西晋。 晋朝的衰落,惠帝司马中无能昏庸。 司马炎在建立晋朝后,对内消灭了吴国和诸多割据势力,对外与匈奴等少数民族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关系,使得晋朝初期较为强盛。 但是,在他去世后,他的儿子惠帝司马中继位,惠帝是一个无能昏庸的皇帝。 他不理正式,沉溺于酒色之中,任由他的皇后贾南风和权臣杨俊等人争夺权力,司马中为人智力低下,他最著名的事迹便是问出哪句何不识肉迷,以如此低能的智商,当然是玩不转权力游戏的。 因此,两大势力很快出现失衡,杨俊势力遭到了贾南风势力的消灭,从此,贾南风独掌朝堂大权。 贾南风掌权以后,对司马皇族进行疯狂地减之财业,他以伪照诛杀司马伟,打压皇室宗亲,处处安插自己的手足,夺得大权。 士族想要维持自身的权势。 最重要的任务是控制皇帝,司马中智力低下,当然无从担忧,但真正有威胁的是司马中的太子,司马玉。 司马玉又年聪慧,颇有名望,随着其年龄日益长大,贾南风对其愈发忌惮,最终将其杀害,就这样,晋朝中心的希望被彻底消灭。 贾南风杀害太子以后,引发了天下动乱,赵王司马伦联合其王司马九,打出了替太子报仇的旗号,发兵铲除了贾南风的势力。 然而,由于垂涎皇帝的位置,赵王司马伦在清军侧以后,居然自立成为了新一任皇帝,引发了诸王反对。 从此,晋朝进入了八王之乱的岁月,八王之乱从公元301年开始,一直持续到了公元306年。 在此阶段中,晋朝皇族先后有八位王发起叛乱,争夺皇位。 晋朝的覆灭,五湖乱华灭亡西晋。 西晋的内部动乱,引起了北方的少数民族的觊觎。 公元304年,匈奴首领刘渊在滨州、金山西、起滨,建立了汉赵政权,史称前赵。 他的儿子刘聪继续扩张,攻入关中,俘虏了惠帝,并自称汉天子。 此后,其他的少数民族如鲜卑、杰、堤、羌等也纷纷起兵。 建立了后赵、前燕、后燕、前秦、后秦等政权,与西晋争夺中原。 这一时期被称为五湖乱华,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。 西晋在这场大动乱中,不断失去领土和人口,最终在公元316年被后赵灭亡。 晋朝的延续,东晋的抗争和南北朝的分裂。 西晋灭亡后,并不是晋朝的完全结束。 司马炎的另一个儿子司马瑞,在西晋灭亡前就已经逃到了江南, 并在公元317年在建康、金南京建立了东晋政权。 作为晋朝皇室的后裔,司马瑞的道路走得更为艰难。 颠簸的命运中和他始终站在一起的,是他的至交好友狼牙王室的王导。 就是王谢唐前燕中的王就是纸王导,他还是著名书法家王熙之的叔叔。 为什么要强调一下王导这个人? 司马瑞建立东晋王朝,他功不可没。 甚至在司马瑞死后,还替他保住了江山。 司马瑞身为皇室后裔,他也想复兴朝纲,站在命运转折点的两个人决定将视野扩散到富饶平和的南方地区。 司马瑞到达南方时,霸王之乱正处于胶着中,很显然他选对了路,如果留在北方,等待他的就是五湖的屠刀。 在世家大族鼎立的局面下,司马瑞在王导的帮助下,很快得到了世家大族的支持。 这时的司马瑞成了晋朝宗室的希望,而门阀成了东晋朝堂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在晋敏帝司马业死后,司马瑞在建康登基,东晋在司马瑞的治理下,一片祥和的景象。 南方的经济和文化在他的统治下逐渐复兴,王导在这期间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。 司马瑞和王导虽是同龄,但司马瑞却依然称王导为重负,甚至请他一起共治天下。 这就是著名的典故《王与马共天下》。 王导的家族也因为王导得到了重用,但王家的势力引起了朝堂上的恐慌。 王导一生忠于司马瑞,并不代表他的家族也是。 司马瑞对王导无条件的信任,让狼牙王室在庙堂之上的地位一时无人能及, 但王导的堂兄王敦却在权力中滋生出不该有的野心。 面对建康的陷落,东晋这位开国皇帝是有些懦弱的, 他甚至向王敦请求让自己回狼牙封地,把十余年的劳动成果拱手让与他人。 东晋虽然只控制了江南地区,但是却没有放弃收复中原的志向。 东晋与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进行了长期的战争, 史称东晋十六国战争,这场战争持续了近二百年, 直到公元四百二十年,流域带进建宋,结束了晋朝的历史。 此后,中国进入了南北朝时期,南方游宋、齐、梁、陈四个朝代相继统治, 北方游北魏、东魏、西魏、北齐、北周五个朝代相继统治。 直到公元五百八十九年,隋文帝杨坚灭臣统一中国,结束了长达三百六十多年的分裂局面。 综上所述,我们可以看到晋朝的时代特征,其实每个朝代存在都是有利有弊。 不是我们能一概而论的,康乾盛世也有文字冤狱的盛行, 焚书坑儒的秦朝也有着车同轨,书同轮的大统,一无是处的晋朝难道不存在它的价值吗? 我们作为历史的旁观者如今看到并不是整个历史的全貌, 而是只能通过几个大世纪来串联起对某个朝代的印象, 尤其是离我们很远的魏晋南北朝。 单单从皇室的政变去评价某个朝代显然是不全面的。 不过,晋朝的历史也能给我们相应的启发, 一个时代想要安稳发展, 繁荣向上就必须先保证它的制度和统治的稳定。 当最高权力都处于摇摇欲坠和无能为力的情况下, 又如何能保证天下苍生的安全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